反服帽的学生还在立法院呢 但是马总统所召开的院计会议呢 因为王金平今天没有出席 最后是延后了 学生们决定要在傍晚六点钟的时候要回应 交给主播黄一清带我们来了解一清 好各位观众 学生反服帽的诉求 仍然是在立法院这边持续发酵当中 而原本呢在今天中午预计呢 这个服务要召开的会议 但是呢是宣布延期 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延期 而且呢眼看着这个学生的三个诉求 在今天中午啊就已经到了最后期限 学生代表在刚刚也做出了回应 他们表示说他们将会继续抗争 来看稍早他们的说法 那我们还会继续在这里就是坚持 那由于在中午十二点之前 马英九先生并没有回应我们最主要的两点诉求 也并没有与现场参与抗争的民众 以及学生进行任何公开的对谈跟对话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但是在这里不方便透露 对那我们在六点会有关于正式接下来行动的正式戒指 学院代表表示哦 由于这个他们认为呢 这个府方没有针对他们的回应 诉求做出回应哦 他们呢也表示说他们会继续的抗争下去 而尤其呢现在在场外呢 其实在这个立法院的墙上 还有学生的这个团体的代表呢 他们也在这墙上来进行攀棋的动促 而学生呢在场外也持续的是在聚集 他们并没有要这个所谓离开的迹象 而有任何的状况也会随时带你来关注 把时间还给朋友们 好反复报怨记会议要延后 那么学生们表示呢 在今天傍晚六点钟的时候会回应啊 我们当然也会随时插播带大家来了解